大家好 现在我给大家介绍一款电子大笔形 这也是我自己设计的 这款电子大笔形就像 放大版的电子小笔形一样 它也是由 挺起部分和压矩的部分组成 相比传统大笔形 这可以说是非常的小巧 这平底部分 大概只有826毫米左右 宽度 是大概是60毫米左右 厚度大概是30毫米左右 这个有效显长就是 瓶整到瓶桥的距离 这跟传统的大笔一样 也是690毫米 旋钮也是按照吉他式的旋钮 它和小迪琴的也是安装的方式不一样 也是带有品格的 这个辅助部分 辅助夹剂部分 这个也可以拆开的 这两点是用螺丝连接起来的 这个金属片前后是可以调节的 然后这块木板也是可以调节的 也是上下横竖可以调节的 那我们一般是这样安装 把它拧紧 那这样就基本上是这样的这个样子 那我们坐在椅子上 用双腿把这个 木板夹住 平身部分是放在两个膝盖上面 那这样就可以演奏了 传统大脾气演奏是张开腿的 那我们这个演奏就是双腿并如 这样看起来就更高摇一点点 那演奏的放肆也是更加的自由 可以这样演奏 也可以 这样演奏也可以 那揉弦方面 那揉弦方面 那传统的大提琴 高把位置能这样揉弦 我们这种大提琴 可以这样游弦 那这样游弦就轻松多了 而且游弦效果更加丰富 那我们这种电子大提琴加上品格以后呢 学的琴的难度可以说就大幅的降低了 就算我这种是从来没有学过大提琴的 但是会一点小提琴 那基本上我只要稍微练习一下 习惯一下大提琴的功法 就可以直接来演奏了 这电子大提琴跟电子小提琴一样 那也是有两种不同的吸引气功选择 那也是成年儿童都可以试用的 我们也可以在高把位上绑一个塑料扎带 那像这小提琴一样 加一个扎带 那这个就相当于一个活动的琴枕 那琴枕就相当于在这里了 这个大提琴就变成一个迷你大提琴了 小孩子也会用 这迷你大提琴 我们大爷甚至可以像研究小提琴一样 颜色 颜色也是有圆木色和红色两种 还有一个金属辅助支架 这个安装在琴背面的螺丝孔这里 它的作用呢就是把大提琴跟我们的身体之间 做一个支撑 将我们的演奏就变得更稳定一点了 这道提琴还可以站起来演奏 最简单的就是把这个木头放在裤兜里 就这样来演奏 还可以换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套一条皮带 然后把这个木块插在皮带里面 这皮带可以根据自己的身高 上移或下移一点点 这种站立式的演奏方式是可以任意走动的 当你在台上表演的时候可以增加舞台效果 当然站着演奏肯定没有坐着演奏舒适 但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 好了就到这了